留恋 留恋 留恋当头 只有感恩 留恋当头 关注华人世界 人街东盟十国 东盟传媒榴莲台 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价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新闻评述 留言当头我是凯亦明 自由观照我是燕燕 如果你想收听榴莲台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的面子书端 专页点击听榴莲台 或者是你想通过手机 那么去Google Play下载 东盟传媒就能收听榴莲台 今天是2月4日2016年星期四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 一个炸弹禁魂 在索马里有一架客机 它在起飞不久之后 就发生了爆炸 机舱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虽然到最后是 最终是安全的降落了 但是据说是有三人受伤 而且至少有一人是被吸出 吸出机外惨死的 当然这个消息还没有被证实 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 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不是一场奇迹爆炸 它里边的一个氧气缸 据传是里边的一个氧气缸爆炸了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客机机舱内部爆炸了 当时爆炸飞到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呢 这个机身它被爆炸 就炸出了一个洞 这个洞呢 当时这个洞的旁边是坐着很多乘客的 当时就把坐在旁边的至少一个乘客给吸出去了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乘客啊 据当地的一些居民从下面看到一个烧焦的尸体 就从飞机上掉下来了 这起事件现在还正在调查当中 但是其实在没有看到这个则新闻内容之前呢 以为苏玛里也许又出现一些恐怖袭击 或者极端人士的爆炸事件了 因为没想到它是飞机本身自己出了故障的原因 嗯 是 虽然说这是初步调查的一个结果 但是至少我往后慢慢想 不是恐怖袭击就已经是很多人可能会怂一口气了 因为最近其实太多这样的恐怖袭击的事情 让很多人都已经是 对什么事情都非常非常敏感 如果再发生的话 可能就会加重这方面的这个情绪啊 看完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边是在印度 印度其实一直以来 当我们说到会要男胎不要女胎 都会把女胎剁掉的时候 都会想到在中国方面 但是中国现在可能也是比较现代化了 所以虽然还是有重男性女的现象 但是没那么严重 但是在印度其实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为了要阻止很多这些妇女 或者说这些人 他们在怀孕之后发现是女胎 就直接把女胎剁掉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追踪胎儿的情况 所以说以后印度的妇女要去到医院生产的话 他们必须要做这个性别的侦查 当发现到这是一个女胎的时候 医院方面就会跟踪这个胎儿的情况 不会让她有机会被堕胎 这样的一个方法似乎她得不偿失 因为印度有很多人口 每一天生产的人也有很多 那么能够带下女婴的家庭也有很多 那么印度究竟应该能够有这么多财力 每一个案例都要跟踪 每一个案例都要跟踪 那么她究竟能够为这些人付出多少的一个资本 或多少一个劳动力 所以在这方面她也是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的一方面的隐忧就是 很多的印度的如果父母发现自己怀孕是个女婴的话 她会私底下不顾你监督不监督我 也不顾你跟踪不跟踪我 她私底下就把这个胎儿给剁掉了 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方面 所以似乎来说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女人怀孕的时候 不允许医院为她检测 你的婴儿是男婴还是女婴 这个方法还是 到目前来为止 它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吧 可是可能会害怕吧 就是可能这些人也许他不能够到医院去检查这个男婴女婴 但是其实民间上有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检测方式 也许到时候他们反而信了这些不该信的人 到时候即使是男婴也剁掉 不管是男是女的都可能出现了这个堕胎的危险 当然这个看起来 其实你说他们要费很大的力气 其实看起来也不至于啦 这个医院在检查了这个婴儿的性别之后 就登记在案 然后你已经有怀孕的现象 总要生的一天吧 然后基本上就是到他生了那一天 看生出来的是 是不是有真的生出来这个孩儿的情况 所以当然这可能肯定会出现在中间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至少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这些人滥用这些堕胎 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心 看来是不同的 就是人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的认为是先知道女胎 然后保护女胎比较好 有的是竟不让他们知道 然后让他们在无戏意识当中就把这个胎儿生下来的 也有一群支持这方面的观点的 就看印度这方面是自己怎样去选择了 不过其实到最后还是要从思想上面着手吧 毕竟即使今天你不让他生男胎 他就是被逼生了女胎 那么一个被逼生了女胎的人会对他自己的女儿有多好 这个也是让人担心的 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需要从这个思想层面上的这个进步才可以啊 看完这个我们来看也是另外一遍的事情 就是在朝鲜 那么新年要到的嘛 朝鲜似乎也不愿意让大家有过一个好的新年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2月8日到25日 这期间将会发射人造卫星 说是发射人造卫星啦 但是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还有美国 都对于这个说法很不很担心 因为很可能这样的发射 其实是以试射长城导弹为理 就是基本上你是说表面上说是射人造卫星 但是背地里其实在射长城导弹 他要试射长城的这个导弹 看他试射成功不成功 但是预计现在有可能这方面 朝鲜如果真的要发射他的这个长城导弹的话 或者是他发射他的卫星计划的话 那么火箭的第一节将落在韩国西部的黄海 那么火箭的整个整流罩将会落在韩国的冀州岛的西南方的海域上 那么火箭的第二节呢 将会落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外海的太平洋上 那么日本政府现在在引游火箭呢 可能是通过日本的石原岛上空附近 所以呢 在此呢 日本想考虑在石原岛部署爱国者三号导弹拦截 这是日本这方面做的反 有可能会做的反制 但是现在朝鲜这方面的一个声音确实引起了美国日本和韩国三方的注意了 嗯是 甚至不只是三方吧 就是中国方面就是这个朝鲜老大哥也站出来指出 希望朝鲜能够听取这个国际法或者说是联合国他们的这个劝告 不在这段期间做出这样的举动 毕竟是佳节期间 其实最不想的可能就是中国方面吧 嗯中国其实无论佳节不佳节的 然后他首先他想保证他的区域稳定 他的区域外部的一个安全的或者和平的环境 对于中国的发展他是好的 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朝鲜和韩国 或者是说朝鲜跟韩国日本和美国产生这种矛盾和对抗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某些人士出现到出访到朝鲜的平壤去做一个 呃了解啊 究竟你要发的是卫星还是真的要发射长城导弹 那么这个长城导弹你发射之后 你预计呃美国日本和韩国会对你做出怎样的反制 会不会引起局部性的战争 这是中国所担忧的 如果真的能够与引起局部性的战争的话 相信中国这方面会有相当大的 要派出相当大的一个人力去来缓和或解决或调解 韩国与朝鲜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了 嗯所以朝鲜这样的举动的确不是很让你愉快啊 所以美国在今天呃是在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就宣布了透露 在2016年他们的这个国防预算案里面 中共是有呃六千亿美元的这个预算 这个预算里面当然包括了要预防 这些钱主要是预防几个国家的呃 这个军事力量的崛起 呃其中包括排的第三的就是朝鲜啊 刚刚说了他们这个发射轴机导弹 所以朝鲜其实排的第三需要美国去关注 或去呃提防的 然后另外一边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是排名第一在预算里面的需要关注的对象 然后第二就是好战的俄罗斯 再加了一个好战的给他 那么在第三是平壤就是朝鲜 第四和第五分别就是伊朗跟IS 这两个一个组织一个一个国家 嗯嗯所以昨天那篇文章说 如果美国和中国放在一起哪一个更想和平呢 哪一个更想战争呢 嗯然后其实中国他的呃军备主力 他是主战型为主的 然后他呃的国防开支呢 呃在这个呃整个的抗日战争酒呃 纪念仪式七十周年纪念仪式上也裁兵三十万 呃然后呢现在呃美国呃直接呢就把中国作为第一号的敌人 然后把俄罗斯作为第二号的敌人 呃那第三号的敌人就是朝鲜 第四号的敌人呃一个是伊朗一个是IS 看来呃看来周新国的国家就有这几个了 呃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这是呃呃是什么帝国还不是帝国 他不算是帝国他是邪恶周新国吧 哈哈 然后但是这个事情说来 就是呃你现在美国明摆着就把中国做成敌人 呃因为一个国家他都想自己的邻居或远邻或近邻都把他作为成朋友 作为朋友之后呢大家才能够有一个呃合作和平发展的空间 大家才能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如果你首先就把几个国家做成敌人的话 那你让那几个国家只能把你做成朋友呢 可能他们就觉得他们本来就不是朋友 那这样子那呃是啊就是呃你他本来就不把他做成朋友 所以他他说把他做成敌人的呃但是呢呃 我们世界是想要和平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也需要和平的 我们不想战争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现在中东在中东70年之后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 90年代之后或二零呃两千年之后呃美国一直在介入中东战场 然后中东现在是人要马翻战乱纷纷然后民不聊生 我们也不想看到亚洲同样发生中东的事情对吗 呃所以在这个时刻美国说要反呃要亚洲再平衡 那你怎样再平衡是不要发动战争呢 哦这是每一个亚洲人所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当然这样的预算也不代表他要发动战争 但是至少表态了他们对这个亚洲方面的态度是怎样 呃要看吧就是双方的这个智慧到底是如何把这个平衡下来了 那总不能说美国就完全放心的让中国让俄罗斯去 然后也不把这个预算丢在他们身上呃这个听起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嘛 呃主要说以后美国的这个对外的策略 其实最主要还是看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大选会选到的人选是谁了 那么就是最近至少最近在美国两个大红人选一个希拉里 一个是这个川普共和党的川普 但是川普最近就可能面对了一些挑战 而且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因为这个地产大亨川普他在周一的时候 爱奥瓦州在爱奥瓦州的党团会议暴人输给了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的克鲁兹 所以基本上就是川普在之前一直都不受挑战嘛 就是他的支持力一直在党内都蛮高的 那么这一次的惨败算是为他接下来竞选这个总统大选的路可能多了一点坎坷 呃川普这次的竞选呢 他是受到了不是民主党的挑战 他是受到了本子来自共和党的挑战 他本身也是共和党人 然后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共和党人本身都不喜欢自己人呢 呃 其实原因呃 按到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形分析来说 呃 主要的原因还是利益问题了 呃 就是川普他 自己就是亿万富翁 呃 自己就可以为自己投资 投资所有总统 所以他用不到其他的金主给他投资了 在这方面如果其他用不到其他金主的话 那他其他金主会很着急的 一旦以后川普做了首总统的话 那么他的利益只为了他的帝国王国金融 呃 社会资本竞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有政治上的教力 也有媒体上的教力 其实政治的背后 媒体的背后全都是资金在做的主控权 嗯 这听起来其实还不错啊 就我们乍看 觉得很多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主里面 最大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呃 呃这个候选人背后有很多的金主和财阀在控制造成 当他们实施一些政策的时候 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主力跟后面的这些影响 那么其实如果讲一个人可以有这个自己的财力 都把自己选上去 如果他自己是很有一个魄力 或者说是很有改革也很聪明的一个人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好像也不是很坏 但是呃 从川普的言论跟他的作风之内 看起来底下还是很让人担心的啦 至少这样子的环境下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 可能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现象 嗯 但未来谁能说得准呢 呃 政治现实又谁能说得准呢 假如一个人做大了 他既有独揽政治的权利 又有独揽金融霸主的地位 用政治来服务他金融霸业的话 呃 那那真是如果是美国是帝国主义的话 那么帝国主义的总领呢 就是川普的家业了 嗯 是 等下我们看完这是共和党 然后来看民主党 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希拉里方面 他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公布最终的党团会议结果 在点算所有的代表人票后 前国务卿希拉里 他是以49.8对49.6的票 票率是显身了对手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惊险的一个显胜啊 民主党这方面他也有内部的一个较量一个是希拉里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桑德斯两个人呃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呃在周选的时候两个人不分不中两个人的周选的后 呃选人团的一席只差一两名 而且呢在经过的选票的这些选区之后 其中有六个选区两个人是平分秋色的 也就是说呃 呃桑德斯他获得了六票那么谢拉里同样他也获得了六票那么现在如何决定谁是最后的这个胜利者呢就是在这六个选区当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呃有一个有趣的游戏就是如果现在不能够选出谁出谁胜出的话就用一个钱币啊你选花 或者你选贝然后猜贝猜花的然后钱币抛上去下来之后假如谢拉里选的是花在钱币的上面呃给大家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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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部分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担忧或者是有一种疑惑 民主国家竟然用来投硬币的方式来选择谁最后生出 似乎有点滑稽